通过这些想法一些创意上面 就会有这些同行会来找到我 然后去给他们去做一些顾问 我现在也有在做 我现在在杭州的话 是有三个小剧场在做 也是都是在周六周天这种时间 然后我们会跟朋友去演演出玩一玩 就是他真的就是爱爱好 还挺纯粹的 就是爱好一旦变成工作 就不太容易喜欢了 对因为你要服务客户 客户有各种乱七八糟的要求 其实魔术也是他的职业 他只不过是个双驱动的职场人 一个是技术做设计 然后专业是口腔 他就是一直在转型 然后爱好是魔术 但是魔术已经让他能够有生计 还能有这种不同类型来源的收入了 那你是个复合型人才 其实说到复合型人才 我下面就想问你 就是你看有的求职者来到我们这儿 他就特想把兴趣当职业干 咱怎么劝也劝不回来 他就是挺清醒的 我就是不把这个当职业干 就是当你有了一个不错的兴趣爱好 水平也达到一定的水准了